南无莲慈海慧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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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The unsurpassed profound and wonderful Dharma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eons I now see and hear it, receive and uphold it and I vow to fathom the Tathagata's true meaning 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师,阿弥陀佛 我们今晚继续研究佛说五量寿经 我先报告一下下个礼拜天跟礼拜一停两天的课 因为我们有地藏七法会 我们现在呢继续看研究第十八院 十念毕生 请合掌 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心要 欲生我国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诽谤正法 这个第十八月呢 是法障比丘所发的其中 设身三愿的其中一个 就是他建立了自己的四十八大愿 主要是要设受众生容易成佛 在这个四十八愿里面呢 有分设法身的愿 就是有关他自己成佛之后 他希望他有什么得恨 然后还有设众生愿就是 他成佛之后希望呢 众生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他的名号的功德等等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设身三愿 就是他成佛之后呢 他怎么样能够呢 录取所有要去极乐世界的人 用什么方法可以被录取 去到极乐世界 你想愿民去极乐世界要用什么方法 有三种方法 今天我们还在研究的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第十八愿所讲的 这个方法是最容易的 而且呢 是最 快乐的如果修这个 方法你会很快乐 因为他要求你就是要有快乐的心情 能够发起快乐的心情要求生极乐的话 你就 很有 那个很大的机会 就可以让你呢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呢修进度法门呢 就是最快乐的法门 因为会 容易成佛嘛 也容易成就 修其他法门不是那么简单 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在说佛修 还是呢修来修去还是凡复一个 有时又跑到三热道去 很难啊 所以很苦啊 可是呢修进度法门很快乐 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极乐世界嘛 乐到极点的 而他要求我们呢 去那里也要用最 最极乐的心情去的 自心信要 自心就是 快乐到极点 极的意思啦 那自心信要可以说极信 极要 心到极点 欢喜到极点的心情 来求生西方 然后这样子的 心情来念 十念就可以去了 这十念呢 也是专心到极点的 不能有妄想的 你就可以去极乐世界 就可以永远的 离苦得乐 在娑婆世界呢 苦多乐少啊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呢 我们这个世界呢 一天不如一天的 灾难越来越多 我们的身体呢 你看我最近听很多人得cancer啦 听到很多人呢 又 遇到种种不如意的事情 这个 压力会越来越多 烦恼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今生呢 很幸运 又能够呢 遇到进度法门 我们一定要逃 不要再留恋这里 你如果现在这能够就能够发起自行信药的心 你就可以去极乐世界 如果你 真的 能够符合这第十八愿的要求 你就是已经呢 被录取了 那 也不是被录取 马上就带你去极乐的 阿弥陀佛也会安排啦 看你这个人 你被录取了 可是你的寿命还没了 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他就会让你再多活 几年几年 看你自己 看你的姻缘 所以你们不要怕说修进度法门好像我一成功我就要死 也不是这么讲 有些人呢 是 有 譬如有一位 有一个 那个人好像是法师 对呀 他 修行修的不是很好 很多习气毛病啊 所以他会有时会犯戒等等 都没有修行啊 所以他觉得 一定会堕三二道 他心情很不好 他很烦恼 他也相信因果 主要他相信因果 他也怕 可是他控制不了他的习气 他就没有心 修行 虽然出了家 但是 还喜欢玩 这样子 那么后来呢 就有人教他说 你这种人 只有 只有一条路 还可以救得了你 就是念佛去极乐世界 那么 所以后来他就 利用三天的时间 拼命的念佛 念念念 他就一心想我还是去极乐世界的 我在这里 我都没有定力嘛 早一点去好嘛 他就很用功念呢 念了三天之后 他就有感应 阿弥陀佛就现身了 就跟这个人讲 多等十年 我就会来接你去极乐世界了 因为他三天念佛 就注定可以去 我相信他也是 这个十八月嘛 念到很欢喜 然后没有妄想 所以呢 三天内佛就现身告诉他 十年后你就可以去极乐世界 可是他就跟佛讨价还价说 佛啊不要十年 我没有定力 我不要待下去了 我不要等了 那佛 就说 佛是很慈悲的嘛 阿弥陀佛说 好啊 我三天后来接你 所以三天后他就通知所有的同参道 说 我今天我要去极乐世界 你们来帮我祝念 所以他就准备好 那大家就来跟他祝念 就看着他真的呢 微笑的 正念分明的就往生了 就去了极乐世界 所以你看阿弥陀是不是很慈悲 你真的想去 他一定给你去的 就是你舍不得 所以去不了 所以你们不要说你没有修行 你不能去 而是你舍不得说佛 所以你去不了 你们要搞清楚这一点 所以这一条愿是最慈悲的愿 他说 只要任何 一个十方的众生 他能够发起 极乐的心 极信的心 欲望要求生到我的世界来 乃至于只有十念念我的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或者是阿弥陀佛名号都好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如果你不能够到时呢 实现 穗心满愿往生到我的国度 我绝对不成佛 除非你这个人造了无逆的罪 杀过父亲 杀过母亲 出佛生血 毁谤三宝 毁谤 破合合生 出佛生血 等等的 杀阿罗汉 还有包括 诽谤正法 我就没办法救到你 所以 我们一般人 我相信你们也没有造无逆罪 也没有毁谤正法 所以你们都是属于呢 可以被录取的人 Potential people 只不过你们要在这一生当中 发起这个自信心 要预生我国乃至十年的功夫就可以去 这个 这个心情呢 最好越早发起越好 千万不要等到 有一天呢 你被宣布你只剩半年的寿命的时候 无可奈何 那时候才来一心念佛 可是那时候呢 说实在呢 要念的欢喜 不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因为你忧愁了 你很多烦恼了 你要念的欢喜呢 要一阵子还是可以的啦 不过我是感觉说如果我们 能够趁现在很健康的时候 还很年轻的时候 你就可以呢 发起 自信 欢喜 相信的心 一心要去极乐世界 你念十年呢 你就具足的话 那你将来的日子会过得更快乐 更美好 因为你已经被录取了嘛 你的生活 的一切呢 一定会被 阿弥陀佛所护持 他会安排一切给你 你会逢凶化吉啦 你可以消业障啊 你可以呢 有智慧啊 你会很清静啊 你会断欲 去爱啊 你会精进哦 你不会懈怠懒 更重要你不会退 退转 如果你学佛不退转 就是表示 你是属于十方诸佛护持的人了 你只会一直求进步嘛 那就是好现象 那我们现在还要继续看的是研究 信 信要信什么 我们来去研究一下 有六种信啊 我们那个偶艺大师的那个 开始讲完了没有 还没有啊 那我继续先讲那个部分 我讲到哪一个部分 我这里有记录 28 是吗 这个讲了吗 我那时候有 OK 我们可以再读回去好了 偶艺大师 开示 我们读一读 读中文就好 念佛求生进度 乃一门 原色百千法门 非举一 非白也 但必一门深入 念佛为憎恨 与一切界定慧等为助 正助何行 如顺丰之舟 更加繁琐及到暗矣 念佛之法虽多 辞明罪为简便 辞明之法亦多 技术尤为稳当 真操实履之事 祈求 余夫 余妇哉 念佛法门 别无奇特 只贵 信得及 守得稳 好 我先解释 我为大师讲 要修念佛法门 没有什么特别的 很简单 最宝贵的就是 你要信 念佛法门 要信到极点 你要有信心 要念佛念得有信心 不要念来念去 等一下 生活上有了障碍了 就放弃了 不念了 哎呀 念的都没有感应 还是 生意还是不顺 等一下又这个那个 你不要就起的 怀疑对念佛没有信心 然后就要改掉 改去念别的了 有人跟你讲 你业障这么重 念佛没那么快 念地藏经比较快 赶快去念地藏经 然后你就赶快换了 这个就是没有信得极 所以如果你信得极又守得稳 你就 就是成功的一半了 这个还不是叫你念佛 单单 第一个条件 信到极点 你已经是出现曙光了 成就的曙光 然后守得稳 就是说老老实实了 每天都去念 继续 直下念去 或昼夜十万 或五万 三万 以决定不缺 为准 偶尔道师告诉我们 你要守得很稳 每天就是这样子念下去 从早到晚 定功课 或者一天念十万声 或者 五万 或者三万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最标准的就是 决定不缺 你要让你自己 最起码三年内 你不要 缺席你的功课 每天都要念 你所定的书目 一万啊 三万啊 五万这样子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念佛 你要相信 很妙很妙的 我们来读 念得阿弥陀佛手 三藏十二部 急着教理 都在 离许 好 偶尔道师讲啊 念佛很好的 你只要念多了就熟了嘛 那行著做都能 都能够念得下佛 你知道吗 很妙的 三藏十二部 的经典 里面所谈的教理 最深奥的教理 都隐藏在 阿弥陀佛名号里面 你们知道吗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最深的教理 就是念华严经 就是念法华经 最高超 波尔经 就是念这些很最急的教理 都是 念阿弥陀就等于念这些最高妙的教理了 再来 公案 向上机关 一再离许 三千 位于 八万 西方 三句境界 一再 离许 千七百公案向上机关 是指禅宗 禅宗里面的那种种 公案很不可思议的境界 都在阿弥陀佛名号里面也包藏着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念阿弥陀佛 你将会时时会开悟的 一点点事情发生你就会开悟 就像修禅的人 有很多种公案 开悟的公案 很好玩的 打人也会开悟的 人家打你你也会开悟的 人家比一手画脚你都会开悟的 禅宗的人呢 他们很专心 专心到没有妄想很容易开悟 听一个声音也会开悟啊 碰一下也会开悟啊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六根 对六层 我们的六根就是能见 能闻 能觉 能知 就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 能够见到 耳朵能够听到 这个见 闻觉知 是从哪里来 从自信 自信 我们的自信 就是佛心 我们的自信有能力 可以看一切东西 可以听到一切声音 而且自信里面的见闻觉知是没有障碍的 你坐在这里 你根本不需要靠眼睛 你都可以看到呢 十方世界去 不要讲到只是看到美国啊 看到吉隆坡 不是 多么远都可以呢 辽如指掌 根本不用靠肉眼都可以 我们的自信是有这个本能的啦 那你在坐在这里 你要听现在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我们这边是晚上八点零五分 那边的佛菩萨现在在 在学什么经啊 你要听吗 你都可以听得到 就是自信就是有这个本领 我们现在呢 拿不出来这个功夫 就是被无名烦恼的障碍住了 妄想障碍住 那么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能见能听 能够感觉热啊 冷啊 然后尝味道的时候 哎呀 很甜啊 很辣啊 都很烫啊 都好 就是从自信那边来 所以呢 也就是说 透过六根对六层都可以开悟 可以悟到你的自信 本来具足 本来不生不灭 本来就清静 你可以这样子开悟的 就是妄想太多 你就不知不觉你的 把你的注意力 放到所见到的东西 然后去取分别它 哎呦 这个很烫 很讨厌 这个呢 很辣 受不了了 有没有 你就去 执着到那个 未尘 或者是促成 执着到所看到的东西 所听到的声音 而你 你就取分别妄想 这是凡夫 可是呢 你看修禅的人 他们不去分别 哎呀 很辣啊 什么的 不管 他就是专心在一点 就是 他在问自己 父母未生我之前的本来面目 或者念佛是谁 他在找 在找 不是打妄想 在找 所以他很专心 专心到没有妄想 一触到的时候啊 那个 触性 的那个自信 的那个 本性就现出来 因为一念不生 全体现 就像我们的 虚老和尚 他打残妻 很拼命打了 你们都不知道他多么的了不起 他为了去打残妻呢 他一个人呢 就走路走很远的 以前哪里有交通工具啊 然后呢 他看到一个地方呢 他以前有印象 这里是一条河 有一条桥在那里 他要过桥嘛 可是呢 刚好呢 那天就是 那个地方呢 下了很大的雨 那个水都涨起来呀 涨到呢 高过 就是连那个桥呢 都被淹没了 可是他想那边是有桥 我就这样走过去 可是没想到 其实那个桥已经断了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一走上那个桥 就掉下去了 整个人呢 就怎么样 被水淹的 他又不游泳哦 后来就给一个姨夫呢 绕上来 今天呢 大收获 绕了一条大鱼 一看是一个和尚 然后呢 虚老和尚呢 就七孔都流血 你知道吗 就胀啊 肚子胀到几大 喝了太多水 所以那个 瑜伽呢 这渔夫呢 就把他送去附近的庙 其实那间庙就是他要去打禅气的地方 那他去到那里呢 他真的很辛苦 病了啦 就气孔流血 然后法师呢 又 就是 那个助持和尚啊 又要求他禅气的时候做 做那个领众的人啊 手作和尚这样子的 要带领大家共修 可是他不要 他这一次是要来开悟 要来打禅气 不要管闲事的 而且他又有病在身 他就不要 你不要啊 打 虽然你是客生 我也照打 所以他去到人家的庙 给人家打了半死 很辛苦 他病得很严重 他还是打残疾 可是就这样子的那种舍命嘛 舍命未法嘛 可以因为拿出这种真心 来修 他很快开悟 所以有一天呢 他就很专心 专心到几点的时候哦 他 因为在 有时候呢 他们在 打禅气的期间啊 有人会送一杯水给他们喝嘛 所以呢 刚好人家传一杯水给他喝的时候 他正在专心呢 参禅嘛 就这样子 他就很顺手 不用想就 就伸出手来接那个热水嘛 那杯水 一接的时候 哪里知道那个水 太烫了 可是他也是专心 参禅 就没有去注意嘛 就一碰 我们自然而然 这是automatic 我们一定会放 对不对 烫 我们一定放嘛 他一放的时候呢 那个杯子就 就掉在地上 就 对不对 可是当时他听到是 霹雳声 好像打雷这样大声 就开悟了 所以这个就是生根借出什么呢 出城 就是那个热的杯子 一出 他没有起烦恼 哎呀 烫死我了 怎么你不跟我讲 没有 而是立刻就开大悟 这就是说 我们的 庙在这里 就是一举一动 都可以让你开大悟 而不是起烦恼 所以念佛呢 念得熟的人呢 他将会有这种好处 他给人家骂一顿 或者生意失败都好 或者得了cancel都好 这么严重的问题发生在你身上 你的反应是怎么样 开大悟 而不是恐惧 害怕 慌那种 为什么我们如果以后 我们有一天真的被宣布得cancel 我们会害怕会慌呢 就是我们没有下功夫修道 我们没有拿出真心修道 然后我们念佛没有念到很熟 没有念到很熟 我们不会开悟 我们遇到呢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发生在身上 我们只会烦恼 我们没有选择开悟 所以这里就是告诉大家说 偶一大师讲呢 1700公安向上机关 一再离许 什么叫机关啊 你们应该懂 什么叫机关吗 好像有些人 要去一个地方 他们放很多机关 你不是一定可以进去 进得了 你要懂那个怎么样开那个机关才能够进去吗 这个向上机关 让你开大悟的机关 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 如果念的熟呢 处处呢 处处遇到什么境界 六根对入层的时候呢 你都可能会 好像等于开了一个机关了 你就开大悟了 你就可以呢 开智慧 那智慧开的话 烦恼就没有 我们为什么烦恼没有智慧 烦恼靠什么来度呢 智慧 智为能度 有智慧的人能够度掉一切烦恼 有智慧的人呢 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情 他都是觉得很好的 他都会看到他的另外一个好的那个角度 他会往好地方去看 这是有智慧的人嘛 愚痴的人呢 每天就转牛角尖 一直看不好的 然后让自己越来越担心 越来越烦恼 越来越忧愁 苦恼 这就是愚痴的人 所以如果你念佛念多了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你将会有大智慧 随时随地遇到什么事情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呢 见闻什么事情 都会令你开悟 令你知道 我不应该这么愚痴 让自己这么苦恼 我应该要怎么样过日子 不会浪费时间 你就会有一些智慧 所以念佛要念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好处 还有 三千威夷 八万细恨 三句境界 意在履洗 也就是说念佛念的熟的人呢 他将会持戒 持得很好 威夷也会很好 因为他 念的熟 他会有智慧嘛 那有智慧又有清净的心 有清净心的人 他不打妄想 他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威夷 一举一动呢 他不会心不在焉 这样子的人 才可能威夷会很好 然后更重要的呢 他会进一步的把菩萨戒的三句境界持得很圆满 什么叫三句境界呢 戒律呢 最圆满的界就是菩萨戒 菩萨戒有分三方面的 第一就是叫色律于戒 持菩萨戒的人 他一定 首先他要知道 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什么话不可以讲 什么妄想不可以打 很清楚了 不可以打的就不打 忏恨心不可以有 他就不起忏恨心 贪心不可以有 他就不起贪心 这个就是心理慈戒的人 然后呢 口不应该讲人家是非就不讲 不要批评人 不可以批评人 就不批评 然后呢 不会复偿 自己做错事情 一定会坦白 认错 忏悔 然后呢 身体方面呢 不会去杀到瘾 这个叫色律于戒 就是不杀身 不透道 不邪音 不忘语 不饮酒 不两舌 不恶口 不其语 这些都是 色律于戒 不可以做 色律于戒就是叫我们不不不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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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不能做 可是这是属于消极 还有积极的就是色善法界 菩萨呢 不可以做恶事 但是他要尽量做什么 善事 所以就变成色善法界 所有善事的尽量去做 然后呢 最后一个 叫饶意有情界 凡是能够利益到众生的事情 菩萨一定能尽他的能力去 去做 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色善法界 饶意有情界有两个是要做事的 所以你看啊 菩萨他们 如果你讲要消极跟积极 消极只有一条 积极有两条 所以菩萨是很忙的 对不对 他本身先要有很好的底子 二事绝对不干 就是色律于戒 不可以伤害到众生的事情 不可以做伤害到众生的事情 然后他就会尽量 努力去做修善法 跟利益众生的事情 要努力去修 好像你们听经文法 也是属于修善法的 念经呢 也是修善法 也是劳益有情 因为我们把念经的功德回向给众生 你们这个拜五 你们都要来参加这个 于兰盆法会 7月15 是佛欢喜日 这是很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超度气势的父母 你的父母如果还健在的话 他们会 延年 百寿 就是他本来现在八十岁可以活到一百岁 而且健康 无病无脑 如果已经往生的父母 还可以生天 还可以了生脱死 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 在菩萨界里面有讲了 孝明为戒 一明至子 菩萨界的精神 就是孝顺两个字 你知道吗 而菩萨所孝顺的呢 不是我今生的父母 也不是弃世的父母 菩萨所孝顺的是一切众生 因为在菩萨界里面有讲到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我生生如不从之受生 我可以给你们看 因为现在讲到三句境界 顺便讲讲一下 这个拜我鼓励你们来参加于兰盆法会 行这个孝道 现在告诉各位说菩萨为什么会这样积极一次修缠 跟利益众生 因为是孝顺的关系 他要孝顺什么人呢 这里有讲 菩萨一定会放生 一定会救很多人的命的 我们来看 若佛子 以慈心故 行放生业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故六道众生 皆是我父母 而杀而死者 即杀我父母 亦杀我故生 一切地水是我先生 一切火蜂是我本体 故常行放生 生生受生 常住之法 叫人放生 若见世人杀出生时 应方便救护 解其苦难 常教话讲说 菩萨界救度众生 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 应请法师讲 菩萨界经律 福之王者 得见诸佛 生人天上 若不遏者 犯清构罪 菩萨 他们就因为孝顺才会要去读众生 为什么呢 菩萨是知恩报恩的人 他们 因为有智慧 所以可以看得很远 可以观察到过去无量节的事情 菩萨呢 因为有慈心 愿意呢 一切众生都得到快乐 所以呢 他会呢 积极地去修放生 的这个业 然后呢 这里说 菩萨呢 观察到一切众生 一切男子 都是我的父亲 一切的女人 都是我的母亲 我生生世世 无不从之受生 我们轮回无量节 很多事啊 我们每一生 每一次来 转世 投胎 轮回 都要有父母嘛 谁做我们的父母呢 很多众生都当过我们的父母 所以菩萨观察到这一点 所以他说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因为这样子 我必须要知恩报恩 反正呢 胜过我的人呢 我就一定要报 父母 他的恩嘛 所以呢 菩萨一定要报六道众生的恩 菩萨绝对不会杀众生 也不会呢 吃众生肉 吃众生肉就等于吃到过去自己的父母的肉 所以他说 儿杀儿死者 急杀我父母 亦杀我故生啊 他说如果 菩萨讲 如果我去杀害任何一个众生 包括蚂蚁 这样微小的众生 我去吃他们 我去杀他们 我就等于等同是杀我自己的父母亲 等同是杀了我以前的身体 因为呢 以前他生你嘛 他们生你嘛 可是你把他们杀了 就等于你就 以前的身体也没有啦 如果父母没有怎么会有你啦 对不对 那所以杀父母等于杀自己的身体一样啦 然后呢 更进一步他讲 一切地水是我先生 我以前的身体是 是在哪里 你可以找得到吗 可以哦 他说地水 地水火风 就是我们的身体 以前的身体 因为当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的 第一个离开我们的是我们的风 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吸气 就是风 我们一死 就断气嘛 这个人断气就死了 所以就风离开我们 我们里面的呼吸气 跑去哪里呢 跑去虚空了 所以这个虚空里面呢 都有我们每个人的 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个大殿 听法 我也有呼 也有吸 你们有呼 也有吸 我呼出来的气 你们也呼出来的气 我们的气都在虚空中 虽然虚空中的风大 也是我们的风大 也是我的身体的成分之一 明白吗 然后还有呢 死了不久了 后来呢 就会流浓 流血 流那个血汁全部出来 有没有 那个水大离开这个身体了 不过这是第3个步骤 第2个步骤应该是先 冷嘛 8个小时后呢 或者有的人4个小时就很冰冷 有没有 他的身体的温度 也是散到虚空中 你的火大 也是你的身体的一个部分呢 你没有火大你一定不能当人嘛 对不对 你的火大你的温度已经跑去虚空中 所以这个虚空中的热度 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从来没有人去想过 你看佛多么有智慧 在分析让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个虚空是同体 我们跟一切人都是同体的 不要分那么多啊 你这个人很好 那个人看不顺眼 这个人我就看了喜欢 不要分那么多 我们 在你多么好你多么不好 都是 一样的呼吸 一样是跟那个虚空中的风大 合而为一的啦 然后还有什么 第4个 第3就是水大就离开 然后到最后呢 一万年两万年后啊 就变成灰了变成泥土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地水火风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成分 所以他说常常要修放生 因为众生都不舍得死 你看到有人呢 要被人家吃了 被人家杀 赶快去救一救 这就是慈悲的业啊 所以菩萨是孝顺的 就是因为觉得这个 要被杀的乌龟 或者鱼 是跟我有关系 他以前当过我的父母 我一定要救他 那所以我就是说 鼓励你们这个拜五 正日更好 正日呢 是佛欢喜日 那天呢 是很重要的日子 对佛教徒来讲啊 我们都很看重 你看我们今天都有 几位比丘 四位比丘 一个沙弥 这么多法师 都一起呢 来 庆祝这个余兰盆法会 这个余兰盆法会呢 在功德无量无边 你们在那天呢 来共生 共灾呢 功德也是最殊胜的 这就是灾生的日子 就是 这是可以让我们呢 以共生的这个功德 然后呢 那些 十方大德高生的祝福 念咒回向 这样就可以超度气势的父母 还有可以使现在的父母呢更健康 延延益寿 所以 这个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的是三句境界嘛 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念的熟的人 你就会有善心要做好事 然后呢 只要有意义的能够利益众生的事情 你一定要积极的去做 包括这个礼拜五 你们这边有办鱼蓝盆法会啊 你们尽量来抽空来 8点半还是8点开始啊 几点啊 8点半 你们来 另一个小时都好 8点半到9点半 然后才去上班 这个是 千载难逢的 一年一度 这是佛教带我们的 所有老百姓 包括皇帝 文武百官 全部的 一切的人类 你们如果要行销到就是这一天 是最好的 最特别的 一天 可以超度我们的祖先等等的 那念佛念的熟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个菩萨心 你就会持菩萨戒 你就会呢 不会起烦恼 你就会有位移 有些人外表位移很好 但是内心里面的是没有位移的 你看啊 外表一举一动都很好 可是里面呢 看到什么 看不顺眼 他就起反感心 有没有 如果你内心有反感心 有烦恼心 就是没有位移 里面没有位移 你们知道吗 所以可是念佛念的熟的人 他们 有得到阿弥陀佛的欢喜光的加持 清净光的加持 智慧光的加持 所以他就变成是越来越清净 清净的人不会起烦恼嘛 有智慧的人也不会起烦恼 然后再加上 欢喜的人也不会起烦恼 所以变成说他真的有位移 他里面有位移的 他不会呢 遇到一些听到不顺心的话呢 就烦恼就来 他不会 他真的里面有位移 很棒 你们说做这种人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就是要念佛念的熟 你就会趋向 这种的修行 的程度了 那还有呢 你会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你会呢 尽量去做劳逸众生的事 而且呢 不止如此 你将会 真正的是 持得很清净的 三句境界 劳逸众生 要劳逸众生 必须要修到 行所无事的 不要有过爱 不要有分别心的才算清净 而你要做到这一点实在谈何容易啊 娑婆世界 这么懒悟的地方 做好事都会变成了坏事啊 有时对不对 散热夹杂 你们看 我们不要讲什么 你们自己观察你自己 你们来佛堂 是不是每一次都会 祸害三三 是不是每次都很开心呢 不一定 等一下呢 听到人家讲你什么 你又起烦恼了 你本来来庙里面修是属于要修清净恨 要修菩萨道 可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你还是起烦恼啊 你也是没有清净啊 所以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是凡夫有贪嗔痴 有爱忠心 假如这个人这样子对我是我不喜欢的 我一定讨厌 所以变成我们想要修的清净 我们又做不来 为什么你会一直这样呢 不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学佛呢 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念佛得利 你没有念佛念得俗 你看这里讲嘛 念得阿弥陀佛 熟 最重要的熟 什么叫熟 你知道吗 熟就是熟到你 只要你没有想什么 佛号就出来 你走路 佛号就出来 睡觉也是念佛 甚至做梦都能念佛 行着做都念佛 这种人啊 他呢没有什么烦恼了 他就真的呢遇到什么他都会开悟 给人家骂也会开悟 他不会起分别心 然后他会持清境界 这个就是念得熟的人才会得利 所以讲来讲去 虽然说我们讲修十八愿 最少十年就可以去极乐嘛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呢 大修行人的话呢 我们 就是要像偶一大社的 开始那样要念得很熟 不只是十年就OK 就搞定了 十年是告诉你 给你一个信心 即使你很散乱 你念得不熟 你只要有十年 你一定可以去 让你有信心 因为如果要去极乐的人 信心不够 是去不了的 信愿行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给你了解十八愿是可以 从十八愿可以看出阿弥陀佛的慈悲 对不对 只要你有十年呢 一心不乱我就接你来 而且你是欢喜要来的心情来念 我一定接你来 他好慈悲 我功夫不够 我只是十年或者临终十年 他都可以带我去 但是如果我们活着 我们希望我们 我们就能够活得很快乐 能够真正的 学佛学到很快乐 没有烦恼的话 很容易的 念佛念得熟就可以了 念得阿弥陀佛熟就可以 怎么样才算熟呢 念多了就熟 然后念多了就可以得三昧 我们就快乐了 我们要活多久都可以了 自在了 所以我们的很多佛教徒 学佛学佛 都修杂恨了 修修这个 修修那个 等一下做做这个 做做那个 就是 什么都 半桶水 不是很熟 对吗 进阶来呢 最熟的就是起烦恼 不是阿弥陀佛现前 对吗 如果我们这样子过日子 我告诉你 你到死的时候 你还是做不得主的 你还是念不下阿弥陀佛的 如果你信愿不够啊 搞不好啊 临终的时候啊 没有殊胜的因缘现前 没有人帮人 没有人帮你祝念 或者你到时候呢 因为你一向来没有信愿嘛 你没有真心要去极乐 你更在乎的是眼前的事情嘛 你在乎这些事情 因为你放不下你执着 你执着说佛太重 到死的时候还是执着 还是提不起要去极乐的心 因为你平时没有信愿嘛 明白吗 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因为这一点呢 我就是要顺便提醒大家 也就是说 我们要 要去好好的 分析一下 衡量一下 哪一个事情有价值 我们就做那个事情嘛 人是万物之灵 应该要有理智嘛 你们要愿意选择说 就随眼过日子嘛 随眼消就业 今天就做这个事情 明天就做那个事情 什么事情都不是很熟 然后过了一天就忘记那个事情 但是呢 就是 最不熟的就是阿弥陀佛 什么都好像很熟 虽然讲是熟啦 过了几天又猛给走 你要做这种人做到死为止 你是生死没有把握的人 为什么我们不要现在呢 把自己顺念成最熟的就是谁 阿弥陀佛 不是最熟的是你的太太 也不是你的先生 也不是你的孩子 你最熟的是他们 他们是三毒巨竹的一个凡夫 你 跟巨竹 三毒的凡夫那么熟的话 来塞和一搞在一起 但是呢 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不是两条腿 可能是四条腿 十二条腿也不一定了 六条腿也不一定了 因为你也是三毒的人 你也是有贪真知 你的孩子也是贪真知 你家人都有贪真知啊 你跟人那么熟呢 才麻烦嘛 太熟的时候 最近收到一个email讲 最危险的人其实就是你最熟的人 他们的一句话会让你呢 受不了 对不对 让你很沮丧的 我们最熟的人呢 我们就很执着他 所以呢 就因为呢 爱的深恨的时候也会怎么样 很深的 那个呢 扯扯拉拉 没完没了 今生呢 没有 没有办完的事情 来世又再来 今生的缘没有了 来世又再来 可是我跟你讲 再来的时候不一定这么好 两条腿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应该要跟谁最熟 我们跟阿弥陀佛说是不是我们就变成一个呢 不顾家的人呢 你们不要误会 不是不顾家的人 因为呢 只要你跟阿弥陀佛说你一定很会顾家 你一定会把你的家庭呢 处理的 比以前更好 你会呢 改变你全家人全部都是 只有善没有恶了 而且会修行跟你一起去成佛 你们信不信我讲的 所以你们不要误会哦 因为我教你跟阿弥陀佛说 然后呢 孩子 爸爸 我要去哪里啊 不惨 什么都不惨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你要 跟阿弥陀佛说念佛 什么事情来 你要想起阿弥陀佛 不要起烦恼心 然后用理智呢 去处理 去做 因为有智慧呢 就可以 很轻松的去处理事情 而且又不执着那种 如果你跟阿弥陀佛不熟的人 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执着啊 我说的是实在的话 你看 我们人把我们的心力都放到很散去 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家庭 放在孩子 放在公司 哎呀 放在学佛 已经分散到很多地方 心很散乱 如果你把你散乱的心 因为刚才 阿弥陀佛讲 一门深入是最重要的 你把你的心力完全放在阿弥陀佛那边的话 你反而智慧会开闲 然后你会放下很多执着 原来执着是因为我们 心闪掉 失去智慧嘛 失去智慧呢 常常会用 跟自己的 我见我爱我 吃我慢跑 他会 他会引导你 让你呢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呢 你就挂爱的 他不会让你呢 就好像 没事情啊 不会的 让你心里 心中有很多结 很多烦恼 很多事的我 你的心是一种执着 这还是离到很远 所以不简单 为什么会这样的 心很散 太注意别人不注意自己 很可怜 我们为什么眼睛喜欢看人 我跟你们讲 为什么喜欢看人 你们说你们不喜欢看人吗 我才不相信 对不对 你来佛堂 你来参加法会 谁来了 你会不会注意一下 不可能你不会注意的 你们打佛气看看 来打佛气 只有注意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能看的 不能你看你宁的下佛吗 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的心像 猴子一样也 我们就爱看爱听 因为有兴趣 因为你心里没有东西 你要去外面填补进来 你去外面去追追追的 好像就很充实 但是如果里面有 有阿弥陀佛的话 如果阿弥陀佛 在你心中 你们说你们会不会快乐呢 是不可能不快乐的 阿弥陀佛是什么 无量寿 无量光 无量智慧在你心中 然后你无量的福报 无量的智慧 你怎么会不快乐 现在我为什么要看呢 因为里面 空空的 要看看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 这个人他很惊惊 这个人 这样散乱的 这个人又怎么样 我们要去 因为我们里面呢 没有东西啊 很空啊 要去外面刺激刺激一下自己 这是 舍尽求援 其实这是背道而驰 这不是修道人应该有的 所以呢 我们昨天 前天讲要解 的时候有读到一段 很棒的一段 我现在给你们看了 大家读 父赐 有无量光益 故众生生极乐 及生十方 见阿弥陀佛 及见十方诸佛 能自度及普利一切 无量光的意思是什么 光明无量 也就是 表示说阿弥陀佛他放的光是无量无边的 就是照到十方世界去嘛 很远很远 那也就是佛的智慧呢 是普及到十方世界去 那也就暗示我们 假如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 我们同时就已经升到什么地方了 十方世界的进度 你都去 你们 大家都喜欢旅行嘛 人就是喜欢游行 等一下呢 有钱一点的话呢 就这个那个到处去看嘛 增广你的见闻嘛 那你要增广见闻最好的方法去极乐世界 因为一升到极乐世界就是可以 生死方世界的进度 那个地方呢 又不用visa就可以去了 不用飞机 我们要坐飞机要不要汽油 你看呢 为了汽油人家就战争了 然后呢就很多的问题 我们也是 indirect 制造这个世界的麻烦的一个人 我们是消费者 同时也是无形的 坚洁的造罪者 所以在这里呢 你有钱 难道没有造罪吗 还是有的 我们呢 用的 shampoo 这些 沐浴露 等等的 他也是 制造 染污 给这个 大地的 对不对 我们都有活着一天都是造罪一天的 你即使做好人都有这些成分了 所以这个娑婆真的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地方 散热夹杂 那 所以这里说哎呀 你们要知道 去到极乐世界就是生死方世界去 而从极乐世界再去他方世界去参访 那个是很妙的方法 绝对不是娑婆这种造罪的方法 再来 见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谁了呢 十方诸佛 因为阿弥陀佛的48大院前面有 有几个院呢 其中有六个院就是给你六种神通妙用 让你到十方世界去参访 跟十方佛学的 所以你只要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派你出去见十方佛 而且他有方法让你去 用他的愿力 他的六条愿 让你有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还有宿命通 神族通 这么多神通就让你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 跟听经文法 清净十方诸佛菩萨 所以因为这一点呢你就要了解 如果你希望早日成佛 所以 如果你是学法华经的人 喜欢写法华经的人就是想成佛的人嘛 那你要成佛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去极乐世界 因为去极乐世界就可以真正满我们的愿 很快可以见十方佛蒙佛受祭而成佛 没有十方佛受祭你你怎么成佛 不可能的 而且呢不是一尊佛受祭你 必须要有很多尊佛受祭你 之后你才可以成佛 那因为呢 想要容易成佛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哪里 极乐世界 而且在这里最重要的 能制度 大家读 能制度 及 普利一切 我刚才又讲回来啊 怎么样制度呢 各位 怎么样制度呢 好简单 讨心说吗 念得阿弥陀佛 熟 就可以怎么样 三藏 十二步 极则 教理 都在离许 你要度你自己 你要让你自己有智慧 对不对 明白佛的教理 你要让你自己常常要开悟 第三 你要让你要持戒 要修菩萨道 这个就是 度自己的人 觉悟的人 他知道怎么过日子 知道自己呢 要明白佛法 明白因果 不要起烦恼 不要糊里糊涂 再做错事 然后要行菩萨道 利益众生 如果你是这种人 就是制度的人了 明白没有 那么你要制度 很简单 你只要念得阿弥陀佛什么 熟 大家读 念得什么 阿弥陀佛熟 记得这一句话 你就制度 当你念得熟 你就有三藏十二步在你心中 你就有戒律在你心中 你会持戒持的清净 你会时时开悟 给人家骂也开悟 做事情做的不顺也是开悟的 不是烦恼的 那这样子的人 你当然会影响一切众生 你会利益一切众生 怎么利益众生呢 你不要起烦恼就是利益众生了啦 对不对 我们人呢 好像譬如说 大家有自己的家庭 那我们在庙里面住 我们也我们的 常注重 我们都是要互相合作 配合 才能够呢 事情做得很好 你们的家庭成员 也是要大家要互相合作 才能够配合得很好 才能够 快快乐乐 过日子 那我们要 我们要修得很开心 也要大家合合一条心 那么怎么样能够呢 利益身边的人 很简单 你不要起烦恼 就利益别人了 你一起烦恼 你一定让很多人不快乐 你们说我讲的 对不对 这不是我讲的 祖师说的 我讲了很多次了 烦恼鬼妹 他如果一起来 他比外面的鬼还恐怖 如果外面的鬼呢 他来攻击某一个人的话 附到那个人身上 只有那个人七行走 只有那个人有异样 其他人看到就知道 这个人是鬼上身 但是他的鬼上身的状况 不会传染到每个人都鬼上身 不会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某个人 被他的烦恼鬼 所魅住了的时候 他起大烦恼心 他很讨厌某一个人 或者是讨厌大家 我们这些周围的人 会不会感受到 我们会不会烦恼 我们一定烦恼 所以你要利益众生 自渡 把自己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 然后 越来越欢喜 清净有智慧 然后时时遇到什么 都欢喜喜去 去接受 然后不要去执着 好也不要执着 大家对你很好 也不要执着 大家对你不好 也不要执着 就重重去开悟 去怎么样改善自己 也就够了 然后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去成佛 去哪里呢 极乐世界 这个你抓稳稳的时候 你自渡 然后我们念的阿弥陀佛说 临终可以念得出来吗 就可以念得出来 有一句话说 如果你在静中念佛念到有十分的功夫 静中是说没有干事 什么事情都不做 就坐在那边 念佛 也没有人吵你 你就一直那边念佛念佛 念到你有功夫了 你的功夫已经拿到十分了 这种人到了动中的时候来念佛 他的功夫只剩一分 10% 所以你说 静中没有人吵你你念佛还可以专心 可是呢 人家很吵 或者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啊 你就很难拿起佛号了 对不对 所以功夫又差了 只剩一分 然后你继续努力 练习 动中也念佛 煮饭也念佛 炒菜也念佛 扫地也念佛 开车也念佛做什么事情都念佛 念到呢 动中都可以有十分的功力 可是他讲睡梦中你的功力又变成只有一分 那你继续努力 到你睡梦中你都可以有十分了 死的时候 那一刹那只剩多少 一分 所以可见最难念佛的是哪一天 死的那一天 你们现在不用功的话呢 到时就是靠出念团了 不是那种欲知失智的 那么所以最好最稳当的就是念的熟 熟到什么程度 清正什么 念佛三昧 而上人每次讲到念佛一定要念到什么样 风也吹不透 鱼也打不漏 然后呢又讲到说 水流风动也莫喝 水流风动的声音都是南无阿弥陀佛 汽车声也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是三昧的境界 就是你变成你听到什么声音都是阿弥陀佛的境界 那就是三昧 这种人 他就不用担心了 他死的时候正念分明去极乐世界的 绝对不会说念不出了 那刚才我比译是说 有十分十分 可是可能那个程度还没有到三昧的时候 到了灵命中呢 就只剩一分 可是有三昧的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最好是要念得熟 赶快先把它念熟 然后我们就可以制度就普利一切 很多烦烦恼恼的事情是很容易解决了 好 继续看 来大家读 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极大不失 真能念佛不负起贪嗔痴极大持戒 真正能够念佛念到呢 放下对身体的执着 对你心里的感受的执着 跟对你的妄想的执着都放下的话呢 这个人呢 就是 大菩萨 修大不思的人 我们人最放不下的是谁 自己 对吗 自己的身体 跟自己所执着的人 那其实你执着那个人是你的心在执着 其实也是放不下你那个执着的心 你们知道吗 所以讲来讲去还是放不下自己的身心 还有外面的世界 这个对外面的世界的一切人事物 还有你身跟你心里的那种执着都能放下的人就是大不失者 这个不是讲钱 不是不失钱 而是对这种事情的执着发生了 你可以放下 其实要能放下就是真能念佛的人就可以放下了 真能念佛 念到不要再起贪称词 就是持戒 真正的持戒 再来 真能念佛 不记是非人我 极大忍辱 真能念佛 不骚 剑断夹杂 极大精进 我们念佛念到不要去 不要去怎么样呢 计较 是非人我 也许呢 有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有我们的想法 而且我们也觉得我们的想法是理智的 但是也许呢 又有人的误会你的 所谓的对的想法的时候 我相信呢 你会心里不舒服 对吗 你就会觉得那个人怎么样 我又怎么样 你的脑子里就有他跟你 他所说的那些话 跟你自己的想法 你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是跟非在里面了 跟人我的心 那这样子的人就是没有忍辱 他忍不住 所以一直要去想那件事情 让你挂爱的事情 所以什么事情发生刺激到你的时候 你一直要去想他就表示你没有忍辱 你不能够接受 你一定要一直去挂爱去想他 你被他拉去呢 你受不了了这个事情的 诱惑 你一定要去想他 一定要放不下他 这个就是没有忍辱的人 所以所谓忍辱就安忍于心 好啦 我现在是这样子 你为什么这样子觉得我这样 我并不是那样啊 没关系 马上放下 也不一起反感 也不一起挂爱 就是有人工的人 他没有起分别心 就是有忍辱 那要能够这样 也是要真能念佛 念到熟的人 再来 真能念佛 不稍 剑断 夹杂 几大 精进 这个是我就说嘛 这个就是有三昧的境界 他念佛念到 语莫动静 都是阿弥陀佛 跟人家讲话 他也是念阿弥陀佛的 没有障碍的 没有剑断过 你看多么妙 在讲话的时候 还是阿弥陀佛 现前在里面 你说 这个就是花眼境界嘛 世事无碍 离世无碍 这才是真正精进的人 不是说我现在什么的方向 我在那边 念佛才算是精进 不是我是境界来 你还能够不夹杂 剑断 那才是大精进者 所以要到那种程度 当然要从最低的学起 先念一万 两万 三万 念多了 你就可以有这个功夫 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开始念 不知道是哪一天 你才能够到这种程度 那个是未知数 搞不好到死还没有那个功夫 奉劝诸君 最好现在开始不要再等了 50岁以上的人更不可以再拖了 40岁以上的人也是 不可以拖了 对不对 再来 真能念佛 不妄想持足 极大常定 真能念佛 不为他其所获 极大智慧 这是不简单 我们人 谁能够 做得到呢 不跟着妄想跑呢 你妄想很强烈的妄想一起来 你一定呢 跟着妄想 跑然后去做那件事情 对不对 不容易啊 你坐在那边念佛 念念 哎呀一想到什么事情 一赶快跑去做了 你一直跟着妄想跑 我们人 就是这样的 控制不了自己的 时时 有妄想起就做什么 妄想起就做什么 或者外面进去来又 触到你 你又打什么妄想 你又去做那种事情 又讲那种话 我们完全全是做不得主的人 我们完全是被这个境界转 被 里外 所转 里面 有时候没有人来碰你 你也是那边无端端 就打很多妄想 然后就要去做什么事 无事找事干 再来第二种是被外面境界所刺激 然后打了很强烈的妄想 也就去讲那些话 剩那种烦恼 或者做那种事情 这个叫做跟着妄想持足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能够念佛念到不跟着妄想持足 就是有什么 真正的禅定功夫 所以所谓的真正的禅定 不是坐在那边如如不动才叫禅定 而是他遇到什么境界来 他能够 再相离相 他能够呢 外离相内不乱 对外面的相 刺激到他的时候 他可以马上离开 他不会黏住 我们是黏住 黏住那个境界有没有 印象深刻在脑海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进一步会怎么样弄乱自己的心 一点禅也没有 一点定也没有 所以这叫 生死凡夫 可是念佛念到受用的人 他就可以 不跟着妄想持足 而且有大禅定了 再来 最后一个 真能念佛不为他其所获 及大智慧 这念佛念到有受用的人 他会有智慧 他会知道 他有责法眼 他也知道呢 什么才是真正的 自己 应该要注意的 东西 他不会随邦畅 苍蝇 你们叫什么叫随邦苍蝇吗 人家跟你讲 那个很好 你要去参加 那个要怎么样 你心里就冻了 明明本来你都没有这个妄想想要去 人家都可以讲动你 有没有 让你浪费一点时间在那个东西 就是被他其所获的一个人 自己做不得主 所以说真能念佛不为他其所获 不管什么事情现前 你会很清楚 你不会落入烦恼 说他们有得去 我又没得去 他们又有的参加 我没得参加 每次在那边起烦恼 不会快乐 这个要突破 初学的人还是 没有办法突破 不过 一年 两年 三年 十年后 你们要突破了 再不突破的话 我跟你讲 还是一个做不得主的人 临终呢 一定是 对你来讲呢 是 你所学的一切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生死案编世 跟你了生脱死 一点都 派不上 关系 也就是呢 没有办法受用的 大家读最后一个 四字简点 若以身心世界 有为放下 贪嗔痴念 由之陷起 是非人我 由之挂怀 间断夹杂 由未除尽 妄想持足 由未 涌灭 种种他其由能获智 便不明 真念佛也 偶一大师讲啊 你们好好 简点自己一下 如果你们 学佛学到今天 还对你的身体放不下 心里的执着放不下 外面的一切也放不下的话 还有 贪嗔痴常常都会出现 还有呢 常常心里呢 挂碍别人的一句话 别人的一个动作 分人我 还有是非好坏的心 放在你心中里面的话 还有呢 你一直呢 不能精进 不间断的念佛 你还会呢 念念佛又起起烦恼 然后跟着妄想跑 还有别人的种种发生的世界上 这种吸引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会心动 还会让你的自愿呢 志气呢 减损 那偶一大师说 你就是一个 不是真念佛的人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呢 明天我们再讲 好不好 那么下个礼拜停两天 然后 之后再继续 我们现在回向 愿意赐功德 庄严佛经度 上报思重恩 下几三土库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神 唐山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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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